我们继续跟Rafi谈谈市况 可以讲讲港股 当然这段时间年初是比较厉害的 但无可避免也有些受到外围的影响 所以很弹到上去之后 现在也有一些掉头回来了 怎样看港股的反弹 是否真的走势转叉呢 还是不是的 大家不用这么悲观呢 我想太过悲观暂时也没有这个需要 但是明显地我认为过去这几天跌了之后 整个形态是弱了一点的 就是没有之前那一阵那么靓的 但是所谓弱得来 刚才提到就不需要为了阿智 转出太过悲观 因为始终我想公平地说 虽然这几天就有个比较显著的调整 但是都是受虑外围 始终你慢慢美国这样的策法 虽然说港股美国的correlation是比较低 但是都没有完全没有反应 所以我想怎样都震一震一震 其实真的不出奇 这个一来是受到美股的拖累 而二来我想公平地说 其实年初至今港股算是很厉害的 比起刚才说的美股也好 A股也好 或者其他的环球股市也好 其实港股今年回来反而算是做得好 因为去到这一刻来说 其实还是升市来的 因为去年年尾收是23,394 23,400左右 其实现在还有大概400点的升幅 所以我想相比其他股市要下跌的时间 其实算是做得好 当然这也是得益到去年太差 就是说去年太差在低华地区 所以今年暂时都挺得住 但是刚才提到短期走势 当然过去这几天跌 少少破坏了 就由年初低位27,000 上到25,000 短期上升轨的支持 因为当时以上升轨 拉过去看 大约24,000左右是一个短期支持 昨天也跌穿了 今天看看可否收回上去 变上初步是打破了上升格局 二来我想大家知道是50天线 昨天也是一样东西是24,000 也是穿埋 还有昨天最差一点的地方 就是昨天其实补回之前有个上升列口 其实是23,800左右 那补完之后 其实就差跌了多一点 但是好了 后来就收拾回来 所以我想短期望着 今晚38,000至24,000 究竟可否站得稳 或者站得上升 这是第一点 而二来过去都说 就是整个港股年初至今 比较强的动力 因为对上那几个星期说 都是有些反弹 都觉得是比较强的地方 就是动力是足够的 因为譬如你看RSI那些 其实一直都是50,000以上 过去都好几个月没见过 但是随着这几个月下来 其实已经昨天脱了 比如是穿了50 那你九天RSI 你只剩下42,41边附近 所以我想另一个因素 也是短线要看一看 就是可不可以 从快点上50边留上 那虽然这两个因素 能够是出现得到的 那其实我觉得港股 都有机会是继续慢慢地 试上高一点 但是我想这个因素 可能要等到年价之后 因为始终加上今天 只有1分1日半市 而且始终这一半又没有了北水 那这个我想都比较难 是有一个很大的炒作先 而且说真的 刚才提到就是年初至今 港股都算是有得升的时间 甚至过去这一阵 也有两千多点曾经的升幅 其实如果有部份 罵得到的朋友 也有不错的利润 那变相很理性地去想 会不会在农历年假前 可能吃一些糊 其实过去这一阵 也有机会在做一些 因为讲一句 你整个农历年假 香港内地又没有市 但是外围又还有 就是你未以估是有的 那你未以估过这一阵 没大不确定 没错 这样做法大家怎么都会有些 不知道怎样的 就是你初四回来 还可不可以鸿盘开到呢 这个也有点担心的 所以从一个很实际的理性角度 有一些食咬糊仙 其实也不奇怪 我想这个也会限制过去这一阵 就是未来的一阵 究竟是否有很大的升幅 因素 所以我看来就真的 看回农历年假后 如果你说能够 刚才那些技术面 是站好 如果农历年假后 譬如内地那方面 货币政策继续是鬆的 我觉得对港股也会有些支持 所以看法上是 叫做审上翻些少 但是未主要太过悲观 我们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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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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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感谢观看